早期的生活家庭污水 事业废水 在尚未建立污水下水道之前 是与雨水混流排入侧沟 导致住家后巷沟渠 蚊蚓属虫滋生 产生恶臭 如果直接排放到河川 更会污染河川水质 破坏环境生态 台南市自民国79年起 开始进行污水下水道建设工程 污水下水道建设 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 提升生活品质 防止河川大海遭受污染破坏 是一项城市进步的指标 及文明的象征 污水道下水道系统 大家都知道是在地底下 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反而是 一个城市的文明象征 那我们台南市也在积极的赶办之中 水质源回收中心的水哪里来 就是我们从早上开始 刷牙洗脸洗澡 然后洗衣服等等 这些水收集起来以后 进到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系统 污水下水道系统 再进到我们的水质源回收中心 那刚刚我有报告过 我们台南市有7座的水质源回收中心 那我们的污水道建设已经完成了525公里 所以我们的接管力目前是28% 有将近20万户的一个用户来接用 这个把这些水收集起来 经过水质源回收中心完以后 这些水除了说有一部分 来供应我们再生水以外 再生水涨以外 另外有一部分 也会排到我们的水沟或是河川里面 改善这个水质 当家户完成用户接管后 生活污水流入污水下水道 经由管线输送到区域的污水处理场 经过一连串的处理程序后 可用于浇灌、清洗街道、消防用水、工程用水等水资源再利用 那从这边的话 邪屋顶的旁边那一栋建筑就是我们的浸流站 那浸流站的水从下海道引进来之后 它会到我们隔壁的这个涡流沉沙 跟我们的前处里的一个栏污处理 完成之后就会到我前面这边的 这一个出生址去做初步的一个沉淀处理 那处理完的水就会到我们后面那个太阳能板的 这个一个生物处理单元 去做那个生物的一个代谢处理 那主要去除水中的一些有机物质 还有就是氨氮等等的这些氨氮物质 那完成之后就会到后面的那个山座的一个水池 下面去做第二次的一个沉淀处理 完成之后就会到蓝色建就是比较矮的那个蓝色建筑物的消毒室 消毒完成之后就放流到我们的昆森湖 然后出流到大海去 那一部分的水就会引流到我们的再生水厂 就是有科技感的那一栋建筑物里面去做再生水的一个处理 完成之后再送到那个科学园区去做配水处理之后 给台积电去做使用 那其他的单元的话像绿色的部分 它就是主要我们的一个污泥处理单元 污泥的一个消化单元 消化减量完成之后再进到我的脱水处理完 那脱水完成之后就送到那个掩埋厂去做掩埋对质的一个处理 在生水是把污水变进水的转换 需经过三级处理 如RO处理的不同 对于水质要求 可依用水端需求调整 将污水厂放流水经水处理技术 进行水质改善 我们泛流水会从污水厂引流过来 那引流过来之后 它就会经过我第一道的快绿桶的一个处理 那快绿桶的话 它主要的一个处理标题物 就是去除水中更细小的一些悬浮围粒 然后在快绿桶处理完成之后 会进到我的约会府的一个中央纤维膜的一个过滤系统 那中央纤维膜的一个过滤系统 它是处理水中小于0.02μm 这些物质还要大的 这些颗粒全部都会被拦除在外面 包含一些细菌病毒等等的这些物质 全部都会被我的约会府膜来拦除 拦除完之后的这个水 再进到我的RO系统去做最终的一个处置 这边的话是我们再生水处理的最后一道 那它总共有分成两道的一个RO在做处理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第一道的RO 它主要是针对厂内的一些离子性的物质 还有铺离子去做去除 那经过第一道的RO去除之后 它会再经过我们这个离子交換素质的一个素质吸附 将部分的一些钙铭离子吸附完成之后 再进到我的第二道的一个RO 那整个的一个处理完成 在第二道RO处理完成之后 就会把我们的再生水 送到南科的配水池去做尿素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去年我们知道 虽然说我们有最大的一个水库 真乎水库 还有南化水库跟乌山都有水库 那事实上我们也面临到这个干旱危机 所以在农业的这一部分我们就采取休耕 那当然除了这除了农业修根以外 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自立自强 所以我们要供应这个产业用水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这再生水 那我们去年 每一天的供应的再生水量有多少呢 有每一天可以供应4.55万吨 也就是说安民再生水厂 每天3.75万吨 再加上永康的再生水厂 每天是0.8万吨 所以每天可以供应产业用水 是4.55万吨的水 每一天是4.55万吨 那如果是一年下来的话 将近有1800万吨到1900万吨的水 那这样子的水量呢 将近是我们换算一下 将近是宝山水库 新竹有个宝山水库 它的蓄水量也差不多这样子 这个就是说我们再生水 再生水厂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供应我们的产业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再生水是净零碳排的时候 我们很多产业需要使用再生水 你如果没有使用再生水 事实上你要销往欧盟或是说美国 这些产品都销不出去 所以现在整个南科地区 都非常需要我们再生水 所以我们市长也要求我们 要赶快再增加 这个努力来制造这个再生水 来供应产业用水 安平污水下水道系统所收集之污水 经处理后 成为提供台南科学园区内 厂商之产业用水来源 随着高科技厂商制成技术不断提升 产业用水也大幅成长 满足台南产业需求稳定经济发展 也提升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安平再生水场环教中心 是一栋环境教育场所 可让观众朋友报名参观 由环境层面及教育层面中 了解水资源的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